新鮮牛奶帶給你 新鮮, 好味就是維記 快樂其實無處不在 令身邊的人開心 你就會更加開心 生活這麼多滋味 每一份滋味都要珍惜 Marketplace by Jason's 精彩選擇多 帶給你的快樂更多 現在就來捉快樂滋味 讓你一路向前, 一路潔淨引擎 無線互動新聞台iNews 推介節目講清講楚 每個週末, 兩位份量級重要官員 正經名人逐一駕臨 解釋政策理念, 政黨取向 評論民生議題 向所欲言, 言無不盡 講清講楚, 星期六日, 互動新聞台 這次我們先跟進一下新鮮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光 郭炳聯和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等五個人 自便貪污案再提堂 五個人否認全部控罪 案件將會轉介高登法院排期審理 五個被告先後到東區法院認訊 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被加控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許氏仁和新地聯席主席郭炳聯 原本被控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就獲得撤銷 目前許氏仁一共被控八項控罪 郭炳聯的控罪就減到兩項 五個被告否認全部控罪 控方說將會有72個證人 案件將會轉介到高登法院排期審理 而案裡面的五個被告獲准以原有的條件繼續保釋 廉署是在去年七月控告五個被告行為失當 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和提供虛假資料等八項控罪 其中許氏仁涉及的控罪說他涉嫌收受利益合共大約四千萬元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 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談限大應有兒奶粉的修訂條例 有議員擔心立法可能違反《基本法》破壞自由貿易 而多個政黨就支持立法 但只要求政府承諾只是短期執行 限大奶粉的新例在今個月一日生效 但還要經過立法會審議修訂進出口條例 民建聯和自由黨議員關注會否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規定1.15條規定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自由貿易政策 香港還怎樣可以保持一個自由港的地位呢 如果我們不需要做這樣的工作 只是留給和中央談談 留給中國大陸的海關的口岸 他們去嚴厲執行 政府說法例有針對性沒有違反《基本法》 對一部份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必需品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在這種情況我們會很隨便引用到其他商品 只要我們大家都接納有一個好的政策原因的話 其實這件事不會影響到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的地位 工聯會、公民黨和民主黨都支持修例 但就要求政府承諾只是暫時的措施 天下父無心 內地人對自己的奶粉無信心 下來香港都是想買一些安全的奶粉 定了一個失效的日期 確保政府一定要回來 我自己會覺得也不需要一個日落機制 去逼政府做事 高榮文說會和供應商和零售商 確保整體供應和完善供應鏈 小組委員會最後決定下星期三召開工庭會 無線電視機仔占前銘報道 市建局用10億重建森水柏在舊樓 110戶居民和商戶受影響 由於有不少劏房 預料收購難度會增加 最新的重建項目 位於深水埗東京街24至38號 以及福榮街240至244號 全部是樓齡50年以上的舊樓 部分大廈天台有僭建物 市建局人員到場貼出告示 由上樓做人口凍結調查 在這裏住了50多年的中泰 支持重建 希望能夠改善生活環境 項目涉及83個業權 包括67個住宅 受影響的自住業主可以選擇樓換樓 或者可以按同區7年樓令單位樓價獲現金補償 非自住的就可以獲得相當於單位市值的現金賠償 至於租戶可以獲一筆特位補償 符合公屋申請資格的租戶可獲偏倍公屋 由於這次項目有不少劏房 市建局預料會增加收購難度 而且要有合法業權才得到賠償 因為我們要處理收購的數量是多了 以及要處理在這個項目中的住客的數量是多了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合法的業權起手 我們才會做一個補償 主要在單位裏面的租客 我們會今天掌握了實際情況的資料 然後我們再看看用相應的政策去幫助他們 市建局說項目發展成本大概是10億元 再會重建成為一棟25層高的住宅 可以提供145個中小型住宅單位 無線電視機就是龍偉宇報導 我們記者李梓琦現在在市建局計劃當中 其中一座樓 你那裏都有天台屋 居民可否受惠呢 市建局說由於天台僭建是違法的 所以無論是租客還是業主都不會獲得賠償 我現在的這個天台屋就是重建項目的範圍之一 我和這個天台戶的業主都談過 他說他在三四年前就買了這個天台戶 是用來自住的 所以如果沒得賠又要他搬走的話 他就只好去申請公屋 另外我也和一個天台戶的租客談過 他說如果沒得賠的話他覺得很不公平 你覺得公平嗎 你自己怎麼看呢 我就是覺得他公平 就是個個一樣 雖然是我們自己的是錢經 我們交不到 就是你太貴我們交不起 你現在的屋租這麼貴 但你希望政府如果說 這裏拆了重建 有甚麼可以幫到手呢 就好像其他人一樣 我希望 是不是 其他人一樣怎樣 就是他們有得想罵我們也有得想罵 他有得保給我們應該都有 但為何一直都不申請公屋呢 我想申請的 我拿了表格回來填 可否我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兩個女兒一會分 不知道分到哪裏演 蔣女士又說 他都知道要重建這個消息沒多久 所以現在都很煩惱 不知道去哪裏找幫手 他說下一步會申請公屋 希望可以盡快獲得安治 我從深水埗的報道來到這裏 將時間交回到新聞部 好 全體政府退出樓市新招之後 估值達到100億的 何文田常樂街地皮折標 收到六份標書是多過市場預期 而東蔥的商用地 更加有9個財團入標 何文田常樂街 常勝街交界住宅地 長實、匯德峰、順治、行地和新地都有入標 最多可見超過114萬平方尺樓面 較早前部分測量師因應政府的辣椒調低了估值 預測介乎90億至126億多 每尺樓面地價要7,880元至11,000多元 測量師認為豪宅項目備受樓市新招衝擊 加上投資額過百億 發展商出價會傾向審慎 始終商品花稅比例比較高 在豪宅來說 在豪宅市場的買家多數都不會有間房子 相對來說氣氛都比較正面 起碼發展商比較大額的人 買的地皮都照吸納 但對整體市況 我想如果成功賣到的話 影響就不會太大 另一幅東蔥商業用地 吸引九個財團競竹 在同區擁有東匯城的五個發展商 太古、行龍、行地、新世界和新地 再度合作組成財團入標 百利堡就聯同系內富豪國際入標 地皮位於達東路和美東街交界 估值介乎8億1千萬至13億5千萬 每尺地價介乎1,500至2,500元 無線電視記者昨晚研究 今個財政年度再次由預算赤字 變成預算盈餘 政府又被指又估錯數 但就重新稅制行之有效 暫時就無意改動 隨著人口老化 會計家人士和學者都認為 要美語籌謀及早研究擴闊稅機 實質收入是遠超過我們本來的預測 不同項目的收入都超越本來的預算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上星期公布財政預算案 政府本年度錄得 接近650億元的盈餘 是自回歸以來第五高 除了因為實際開支減少之外 主要是因為當項重要的稅收 和賣地等收益較如其多 有會計家人士就說 形勢隨時會突變 尼德稅、新縫稅和印花稅 這三大稅種加上賣地收入 再加上投資收入 其實都很受外國經濟的循環受到影響 突然間經濟有一個逆轉 又或者突然間有甚麼事故發生 有甚麼金融海嘯有甚麼衝擊的話 自然會有一個很大的赤字出現 的確以這個財政年度計算 李德稅、新縫稅和印花稅 合共佔總稅收九成 一直以來都有意見指 政府過分依賴這三種稅收 除了經濟周期會令稅收大上大落 近期政府頻頻出辣椒調控樓市 短期也有可能令賣地收益減少 一旦經濟轉差 98至03年財政年度 年年赤字的情況隨時重現 那些樓賣得慢 或者是賣不去 或者沒有預期那麼好賺的話 那它便賣數一點 即是說我的存貨去不到的話 我就不買那麼多麵粉回來做麵包了 就算是政府你有那麼多地推出來的話 你都未必能夠買得到 瑞瑞說政府應該居安施危 親早考慮如何擴闊稅機 在雲雲的稅種之中 現在有不少地區都有實施消費水 雖然執行上會比較複雜 但是仍然值得再研究 無線電視記者許美蓮報導 在財經方面 美國上個月的非農業就業職位的增幅 是多過市場預期 按月增加23萬6千份 高過預期增加16萬份 而失業率也出乎預期下跌 去到7.7% 也是08年12月以來最低水平 數據是刺激美股上升 道指最新日報14355點 是升了26點 港股收報23091點 升了320點 再休息一會 回來會看看 北韓宣布廢除和南韓的互不侵犯協議 領袖金正恩就視察 曾經砍擊南韓延平島的部隊 一班大學生在五年之前 到簡報寨到起學校 五年之後情況是怎樣 待會的週五首記會說一下